Hello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吃什么汁 这里没有美食 现在时间是2020年的7月30号 凌晨的三点半 我想今天分一下来分个三段好了 第一段我讲一下菜堡里 然后 第二段呢 嘿嘿我们来讨论 讲一下就是 米其林 台中米其林有可能的餐厅是什么 然后第三段呢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有人说 米其林的星星都是用买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嘿嘿我们等下来讨论一下 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菜堡里 快速讲过去 对 因为自从我一访菜堡里之后啊 就是在一个 半月左右密集的吃了好几间的处女巡 就是 我发现有比菜堡里更大只的 然后细高更多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我的 错觉 还是我心理上的那个 我他妈的觉得 处女巡 菜堡里的处女巡的 肉质 特别鲜甜 特别鲜甜 他并不是最大只 蟹膏也不是 最多的 但是 他的肉质就是很鲜甜 然后他处理得很好 他会先把整个蟹盖整个扒开之后 把腮都帮我们 都去掉 我就不确定他是不是用了某些料理手法 还是他 就是故意会选某种 蟹 就是小汁一点蟹是不是味道比较好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 他吃起来是我觉得最美味的 虽然不是最大只的 有人开玩笑说 当然要吃肉质的 对不对 都要吃小汁的 不吃大汁的 因为小汁比较肉质比较好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熟 但是 我再吃了 我再偷偷下来吃了四五煎油了 就觉得还是 菜包里的处女群真的是 强强的 然后再来那个 他的那个断筋的那个 那个拉阿 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其实也蛮爱吃拉阿的 我这次二訪我才发现 他的断筋拉阿 因为他的 那个 拉阿的筋断掉之后 他等于煮熟了之后 拉阿的壳 不会开掉 不会开掉 他整个 所有的汤汁都锁在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那个 肉质吃起来 特别的 鲜甜 有人说很咸 我就说 那就是险筋嘛 就是险筋的概念 所以会比较咸 但是 真的很鲜甜 所以其实 那时候吃那个 断筋的拉阿之后 我们叫了一盘 结果我发现 问他有没有吃够 没有吃够吗 我们就点 再点了第二盘 12个人 吃两盘 而且 来都是 直接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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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自己很 很无耻 很下流的把最后的那个 盘子上的汤汁 整个大概我碗里面 我喝喝看 他真的鲜甜 超鲜甜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的心理作用啦 但是我觉得 菜包里真的蛮强的 然后整桌12个人吃起来 一个人才 850而已 才850 然后还有就是 第一次一访 菜包里的时候啊 那个 鱼卵 超干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很多人都是 狂加那个 美乃滋 因为真的太干了 但是这一次就很怪 我觉得应该是鱼种不一样 因为有人跟我讲说 鱼种不一样 会导致它的那个 鱼卵的那个 干或湿会不一样 对 那这次的鱼卵 真的是 外 外面有一层脆壳酥酥的 很好吃很香 然后里面又不会太干 你只要蘸一点点美乃滋 就很好吃 所以 吃到一半有人说 我不行我一定要 打包外带一份回家吃 对就是这么扯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蛮强 而且CP值他妈的超高的 OK 好 那菜包里就先讲到这样子 那第二段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可能 那个 8月24号嘛 对不对 米其林颁奖在台中 对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群组跟那个 几个爱吃的朋友 就开始讨论这些东西 就说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来 猜猜看 就是 台中 台中米其林有哪一些 餐厅可能会上 不过我觉得讲好的啦 对就只是 事实上我的 我对台中没有到非常非常非常熟 因为说 我对台中的高档餐厅不熟 不然以前的话 我一年至少会去台中个四五次 但是都是吃那种小吃的东西 没有吃到这种高档的 那种料理 也 也吃过几间啦 那我朋友里面其实也对台中没有太熟 不过 他们都会收集一些资料 所以我就是 问问大家 台中哪些 比较有名的高档餐厅 或是觉得比较可能会得心的 大家整理一下 就想说 就拿出来 抛砖引玉 看等一下留言会不会有人回我 OK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 其实在找的时候有一篇报道 就比较有趣 天下 采访的 天下采访 他说采访了几位重量级美食家 他们一致认为以下餐厅 在心率最高 不过 不过 这很好笑的 这个采访是在去年 19年 的11月采访的 11月的稿 那他讲了 一共有6间 两间 刚查了一下 已经倒掉了 对 我觉得这疫情真的影响的很大 他们 就撑不到 米其林公布啦 哪6间呢 就是 一 炎之华 二 JL Studio 这间好像在台北有开了另外一个分店 然后 另外一家叫做 J Pink Coffee 这间是 义式的 然后叫做 Le Arome L A R O M E 然后有一间叫做 圆 一圆两圆的圆 然后英文 Y U A M 再来个满堂 Le Plan 应该6家吧 123456 一共6家 但是就比较尴尬的一点是 倒了两家 一间叫做 Le Arome 跟J Pink 这两家 刚刚 稍微查了一下 本来已经倒了 对 那 疫情真的是 希望能够赶快过去 不过 我觉得如果能够再撑 久一点点是不是到 就是到 6月的时候 搞不好 就会 波云见日 不知道 反正都已经过了 看着倒了就倒了 对 好 那反正就是 这6间 那 剩4间了嘛 那以下就是 我跟我朋友整理出来 就是 可能他们有吃过 或是他们觉得名气 比较大的 有可能的 像是 一个是炎之华 这间 很多很多 朋友都有提到 说炎之华 他们觉得有可能 再就是 GL Studio 那这就是那种 新加坡菜 创意的新加坡菜 这个 目前 朋友的 评价是 Normal 一般般 不过 因为 民生大可能就会有 那个 就有可能会上 再就是 叫SUR 就是 SUR 这个是 这什么 反正就是 SHOPSHOP 那个SUR 水字旁的SUR 然后SUR - 这间 也有可能 再来就是 法森 法月 这个就是 我算是台中的老法餐 那个评价 那个评价蛮多的 而且还不低 4点多分 我吃过 我吃过法森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 我个人觉得CP值还颇高 不过这也一两年前的事情 那有没有进步 我就不确定 然后再来就是Simply Simply其实是 防法森的 类似姐妹店之类的 这常常说 叫蒲莉什么 现在改名叫蒲莉 烧烤什么 娃哥牛排霸之类的 这间我觉得也不错 Simply是我吃过最多 最多次的一间 我觉得 那时候 就是 一年前我个人觉得还强强的 后来我就不确定了 后来就比较少去台中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 Meet GQ 这就是 所谓的 牛排教父 去弄的一间 我个人是没有非常喜欢 邓友葵这个人 不过 我还是去试了一下 那时候是刚开幕的时候我觉得还OK 可能那时候还没有 瓶子还没跑掉还OK 但是 你看嘛 台北 那个牛排教父 好歹他妈的也有一星嘛 对不对 那 基于米其林会 参考 会参考 就是相关餐厅的话 我觉得Meet GQ 应该是有机会的 再就是满堂 Le Plan 再就是 圆 这两个就是跟天下 的那个 讲的就是 有相近 那 其实前面讲的 大部分都是洗食的 中式的呢 我个人觉得 也是讨论就是 第一个是 鱼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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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好像算是台中很有名的 那个 港式 港式餐厅 那我吃过一次 事实上我觉得不错 但是也 只吃过那一次 我没有常去吃 所以 没有办法给他个comment 但是那就是吃鸭然后点一些小点 我觉得 整个质感跟 感觉是让我觉得不错的啦 然后再来就是 中山招待所 不过这间 中山招待所 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去的了 我不知道后来改成怎么样了 然后再来呢 有人说木长 我觉得木长 火锅我吃过 就算 精细度 精细度 我觉得OK 可是 火锅会上吗 我是觉得 可能 比较不会 对 因为台北好像没有哪一间是火锅料理 不过木长我应该不会啦 因为他也算是那种比较 好像算台中高档餐厅吧 但是 我觉得他是火锅 看看是不是 餐盘有没有机会啦 餐盘 应该不会是比比登 好 那反正 以上就是 我的同温层的猜测 大家看看 听听 就好了 对 那 有没有一些人 已经 准备 打算要先全部定一轮的 我事实上是 现在已经有 两三群的朋友在说 我们就先 他妈的先定一轮吧 然后等到公布那天 呃 我们再看看怎么喷配咯 对 好 那这个 不解释 好孩子他妈 好孩子不要学 对 那有些就比较那个 就说 我们公布当天 马上立马 第二天 就直接订餐厅 然后开始在安排时间了 对 就是有不同的群 就说 10月 10月很久 没有 那9月 9月哪天 就先 我们就先 把它控下来 我们就是 冲了两天 然后 全部订满 然后吃好吃满 对 对 就是 我的同温层就是 呃 呃 如此的 呃 朴实无华 又快乐 对 有吃的就很开心了 对 人生 以吃为目的 对 会吃的 孩子都不会害人 好 对 我也觉得 嗯好 就有点尴尬了 对 大家要去哪一团呢 嘿嘿不知道 反正搞不好 到时候通通都去 对不对 吃多次一点 齁 那个 写文章 要干扣 比较会有力道 对 好 就这样子 好 那再来 我们来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 米其林 它的猩猩 到底有没有收钱呢 嘿 就是 有人 跟我说 米其林猩猩 都他妈的收钱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 能够这样讲 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有病 啦 我先这样讲好了 因为 我自己觉得 米其林 是 没有收钱的 没有收钱的 我自己觉得没有收钱的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 利益的一些挂钩 或是一些 商业上面的考量 导致他的评分 有点 会偏袒或什么的 我就觉得 这个 是可以 讨论的 那我先讲结论 我个人觉得 米其林 可能 有些商业考量 是会偏袒 但是我觉得 不是那么明的 收钱 这是我个人的结论 那 话再说回来 如果说 他妈的米其林 如果 真的收钱 然后他能够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可能 89年了吧 应该只是 从1930 到现在应该 80几年 快90几年了 然后还能够 能够这么有影响力 个人觉得也是很强的 他妈的 收钱的 你看哪个评件 做得比他还要好 我做真的 因为他其实是 在评件里面 是相对的准 虽然说可能 有六 准度可能只有六七成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业界 好像没有什么评件 比他更准了 为什么 我会觉得 你只要是买榜的 东西 一开始可能 人家会看 一开始人家会看 那到后来 应该这样讲 路遥知玛丽 日久见人心 对不对 你第一次骗 第二次 不能这样讲 太难听了 第一次不准 第二次不准 第三次不准 他妈的 第四次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你就说四不过三 对不对 所以他能够这么 好几届下来 然后还在 餐饮界 这么的有影响力 一定是 有他厉害的地方 就算他拿钱 他妈又怎么样 我觉得他还是准的 那再来就是 那我不拿钱呢 我觉得就有得奖了 对 那不拿钱的话 那很公正 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 米其林他的评鉴 就我知道他是一个黑箱子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评的 那谁会去评呢 就是米其林密探嘛 餐厅说他们看得出来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探厅界的人 看不看得出来我不知道 那 没关系 也无所谓 好 那 就算没有拿钱 但是 他可能 我觉得说真的啦 你办这个东西 一定会有一些商业利益考量 譬如说 就我知道的是 米其林 是台北市政府 很拿了 不是台北市政府 观光局 拿了5000万 叫米其林 过来台湾这边 帮忙做个什么 行销城市 或什么什么什么的 好 那 那那个 觉得观光局的出钱 有没有可能 会 左右米其林的 评鉴的一个 大方向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 譬如说 譬如说 呃 出钱的是 出钱就是老大 妈的5000万 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小朋友 什么小钱 我自己就觉得 我发现 就是台湾米其林 那 你会发现 很多 很多件牛肉面 有上榜 可能上餐盘 上BB灯 或什么都好 就是会有牛肉面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 台湾观光局想要推广牛肉面嘛 所以才叫他说 你牛肉面 好歹他妈的帮我放几家上去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台湾小吃 你说你也他妈的好歹 不要全部都是西市 不要全部都是港市嘛 对 因为香港米其林先 所以他们香港会 米其林会对香港 港市的东西会比较熟 所以就不要多港市嘛 你可以放几间有台 有台味一点的啊 对不对 好 就举个例 譬如说 名符是不是就上去了 对嘛 名符就上了嘛 那还有什么 那个金鹏来也上了嘛 对啊 还有什么 他妈的泰瑞也上了 对 这是我个人吃不懂 而且他妈的分 那个心情超高 两坤 还一心生两心 超强 我是是非常的吃不懂 嘴巴坏掉 手头坏掉 然后又飞主流 所以 我对泰瑞是 他妈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懂 然后尤其是我吃到那个 熟成999天的牛小排 那个味道 重到不行 我不能说臭啦 对 因为搞不好是熟成 我他妈吃不懂 对不起 好 太累了不要讲那么多 反正 就是他会塞一些比较 比较那个 中式的 比较说台式的东西进去嘛 对 那 反正观光局出钱 所以他会稍微影响到 他们 贫鉴的 一个方向 这是我个人观感 我个人的感觉 当然也无可厚非 因为其实就是要来推广台湾观光的嘛 对啊 所以 你觉得他不会影响 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 但是米其林他们自己有 自己的底线一定会踩得很清楚 就说 我一定可能有什么什么标准 什么什么标准 然后讨论完之后 才会推出去 对不对 像其实那个他妈的健康牛肉面 我也是吃不懂啊 我就说 这干什么东西 怎么会上呢 但是就觉得很神奇 他整个名单里面 就是他妈牛肉面 他妈超多间 可能这就是 后面金主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顶多 就是这样子啦 事实上有听说就是 米其林他们这么久 毕竟有包袱嘛 譬如说 什么包袱 有听说就是 银塔餐厅 本来 就是可能 要被摘心 全部被摘光光了 那顾及他的历史的 一些背景 或是给他点面子 勉强让他挂着一心 就是挂 挂 就只挂一心这样子啦 有听说这样子啦 对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评论这种东西 只要是人为介入的 不管一个人也好 两个人也好 三个人也好 他妈或是圆桌 十几个人也好 就是会有一些 需要权衡的东西嘛 他就是 多人讨论出来的 反正就是要有些权益的东西 那可能会偏向于商业考量 或什么什么考量的 OK 但是他妈的 你说米其林猩猩都是买来的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很不爽 北宋 他妈你是有病吗 你真的 我不了解 可能他比较了解 所以他都通知买了 可能他知道啦 对 我都不敢讲 他都觉得他妈他最强 米其林猩猩都买 都是他说的 就这样 好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 那个 这次 诶 你说 米其林猩猩是不是买的 的一个小小的见解 好 那今天就这样子 那 还有 不知道有没有台中的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台中还有哪些 有可能会上榜的米其林餐厅呢 好 欢迎留言给我 谢谢咯 拜拜